《東華三院》 東職網計劃 新樓長桂芳 今天是跟你學習的 不用客氣 不如我介紹一下 東華三院在耀東村的服務 它有兩個服務單位 第一個就是 胡奇廉長者輪舍中心 第二個就是 這個服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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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我們一邊做一邊說 在這條村拿種緣 超過50%是老人家的 還有這條村在山上 食肆不多 買菜又貴 所以東華三院在這裏 建設一個善東軒 還有善善基金贊助 是給有需要的長者 每10元買一餐 午餐或者晚餐 咦?差不多了 我們要送飯給老人家 Hello 我們是東華三院送飯 你好 陳先生 你為什麼在這裏 是的 今天休息放假 你先進去 進來坐一坐 謝謝兩位 天天送飯 你好 難得你們樓長和東華三院 這麼幫忙 我就不用擔心我媽媽的飲食 謝謝你 我們是義工 不用客氣的 我們很樂意做的 那些飯你準備 好 我先去準備一下 謝謝你 陳婆婆 好 一會兒吃完飯 我們會和你做一個記憶訓練 好的 多謝你的幫忙 多謝東華三院 幫我媽媽申請到日間的中心服務 令到他可以日間有人照顧 另外也安排到一些義工 就從中心接送回來 對於我們的護老者 是一個非常大的幫忙 我自己住在耀東村 身為村的一份子 一直都很想為這條村做些事 見到東華奇光照耀東 即案計劃的樓長服務 我覺得是我機會來了 我當初由關懷大師做起 然後做樓長 再幫忙做飯堂 我能夠幫到這條村的老人家 很高興 很感謝東華三院 善東的飯堂 送飯來我們全家的老人家 自從2018年11月 東華三院在這裡 成立了一個善東軒的善食食堂之後 非常之理想 幫到我們區裡面的哥哥姐姐 東華三院大展鴻圖 繼續為我們的社區服務 多謝